那個是安安 然後到一直到後來的所得稅法 那一共有五條 那個是說下次的 這個部分主要是針對下次的討論 就是禮拜五的宴會啊 這個實安第一條是實安法是 今天下午可能是會通過 通過這第一條就沒有了 但是還把它列第一條 就是怕今天如果中午沒有過的話 最少禮拜五還有一次集合 還是實安就對了 實安會第一優先 那第二的話是性別工作平等法 那第三是所得稅法 第四是長照 第五才是監督條例 這些是早上大家都同意的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下次開會的前五案就是這五案子 因為這個早上大家協商這樣 所以今天的程序委員 就是按照這樣來排隊 所以剛才沒有意義 以下就通過 但是很有可能這個實安過了以後 今天下午過了以後 那國民黨他有可能會把 變更議程把第五案排到前面 這也會排到前面去 他們是可以這樣子啊 但是如果他們這樣子的話 我想在野黨也會有一些緩制的動作 那他變更議程這個動作 應該最快是下禮拜二開院會 這個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 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對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因為實安的話 應該今天下午會過 今天如果沒有過 應該禮拜五第一案也會過 那他就可以來變更這個議程這樣子 好 謝謝